简安湘公所后方一块现有地闲置多年杂草重生社区的居民期盼 可以有效来利用这块空地 纷纷向县议会来陈勤 而日前县议员周俊佑、吴建志也会同了县府财政处长刘台文 和简安湘的游淑珍以及简安村的村长田秀凤到场现刊 表达了地方希望可以借用这块土地做绿美化设施的需求 就在简安湘公所后方精华地段一块893平方公尺的现有地 闲置多年一年只有四次出场 让附近的居民抱怨环境不佳甚至有虫蛇出没 一年才四次割草而已 每次都我要割到里面割到这边来 里面那边附近的居民有没有都在怀孕就是说虫蛇 蛇会跑到人家房子里面 先元周俊佑接获民众陈勤 特别邀请了县府财政处到现场现刊 说明了在地居民的意见和需求 今天地方的意见和需求是说 那很简单你的财政处或者是你县政府这边 做一个很好的各个未来的规划 看是要做绿美化还是要做什么 或者是配合地方公所这边做一个协议 我们可以做一个由地方来做一个绿美化 或者由我们社区做一个完养的方式 来把我们的一个地方的闲置空间给它利用起来 让我们的周遭居民这边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居住空间 居住环境 前县长游淑也表示县长大力推动花园城市 这一块紧邻着繁华社区的闲置空地 乡公所愿意在县政府还没有诸售出去之前 代为管养维护 因为这是有价值的土地 或许我们县政府正在财政上的一个保障 要维持它土地的这样的原有的县府的资产 但是我们乡公所是非常简单的 只是我们希望做一个任养的工作 因为在我们县长上任之后 我们协力在所有的潮花岛以及私人的农地 我们来做一个认养 甚至于种植花卉跟蔬菜有机的这样的一个执行 那就在乡公所的旁边 我想他也是一个我们天天要上班 然后行政区非常多住宅区的地方 那我们算尽地方的这样的一个职责 来作为一个现象协力的工作 对于地方的意见 财政处长刘台文表示 这块土地多年前飙售没有成功 近期要针对土地的管理问题才飙租方式 如果还是没有办法成功飙租 才会朝向委托管养的方式来努力 借旅会既然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